bubble tea 溫度 鱼布 恩 今天挖一下我 和 talking pode 这一块干蔗的刘 intest爹它的水开始不足 所以这个干蔗的水分也不足 今天我们就挖这一块 因为之前很多人反映 说我们的个菜比较硬 比较硬的甘蔗是种在那个比较干旱的地方 那个甘蔗就稍微硬一点 所以现在我们挖的都是这些水分比较足的地方 这个甘蔗呢水分也多 也没有那么硬 也没有那么硬 脆脆的啊 因为我们这里下雨了 所以说这个根啊 很多这个泥巴 现在现在清洗一下 现在清洗一下 还是很多泥巴 所以说大家如果收到那个甘蔗有泥巴的话 那是因为下雨天 这个坎的 所以说它带有一点泥巴 没关系的把它洗一下就可以吃了 所以它可以变成了 没关系的 可以变成了 不可以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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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大家到时候收到有泥巴这个甘蔗 如果不加紧把它挖掉的话 到明年了 到过了年之后就没那么好卖了 它就会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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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就是里面的糖分比较高 然后它就会慢慢的开个裂 就好比我们那个 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甘蔗 还有那个橘子 有时候它会裂开呢 就是里面的糖分它比较高 它就会裂开了 你看我这个就有 你看它就是把这个剥掉就可以吃了 你看就把这个里面搞掉就可以吃了 它一点点可以 就是这么一点点 对吃的品质没有什么影响 然后这种因为甘蔗呢 它是一个自然生长的一个现象 因为它自然生长 它就会有那种自然的变化 咬它就开一点点没事了 把这个咬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子吃了 其实做这个蛮辛苦的 蛮辛苦 下雨天也要来挖甘蔗 是啊 这个现在挖了多少了 现在挖了差不多有七八分了吧 七八分那里还有多少毛 十多亩了差不多 现在还有十多亩还没有挖完 嗯嗯 这是我自己的 是啊 很甜哦 这个甘蔗 很清甜的 现在的甘蔗是属于清甜的这个类型 对 拿来 看来 来 但是 谢谢大家